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都不会失去 垂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享受救恩 而且在救恩里面欢喜快乐的生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要继续分享出埃及记的信息 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实灾 看到上帝是多么有权柄能力 能够打败埃及各样的偶像势力 是吗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上帝帮助以色列百姓 怎样出埃及 而且还过了红海 这出埃及记中的两大神迹 我们今天都会谈到 上帝一路的陪伴以色列百姓 而且亲自的带领他们 朝应许之地迈进 其实这是读出埃及记最激励人 最让人兴奋的一个地方 而这也提醒了我们今天 在地上生活的所有神的儿女们 在我们遇到每一个拦阻和征战的时候 不要忘记上帝是我们的拯救 只是我们到底当如何 才能够经验上帝的拯救呢 有两个很有效 而且是永远有效的方法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而这也是今天信息的主要内容 哪两个有效 而且永远有效 使我们可以经验上帝拯救的方法呢 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接受救恩 并且活在救恩中 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 我们今天周报第一段圣经 好吗 第一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耶和华在埃及地小域摩西亚伦说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 本月初十日 个人要按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只要无残疾一岁的供羊羔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 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 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 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 拿一把牛稀草 沾盆里的血 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 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 直到早晨 因为耶和华要寻行 击杀埃及人 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 就必越过那门 不容灭命的进你们房屋 击杀你们 这就是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方法 当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 住在那屋里面的人就得到拯救 但如果门上没有羔羊的血呢 他就会被灭命的所杀 所以圣经说当夜在埃及有大哀嚎 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就从做宝座的法老 直到被掳求在监狱里面的人的长子 还有一切投生的牲畜 尽都杀了 也因此在当夜 法老他就连忙把摩西跟亚伦找来 说你们赶快走 赶快走 依你们所说的 去侍奉耶和华吧 法老怎么说呢 什么都因你们 连羊群牛群都带走吧 法老是如此催逼以色列赶快离开他们 埃及人也是打发他们 快快离开埃及 因为埃及人说 你们再不走 我们都要死了 本来法老是硬着心 说什么也不让以色列离开埃及 但上帝真是厉害 这下反过来 法老跟埃及的百姓 催促以色列百姓赶快离开 所以以色列百姓走得十分仓促 仓促到什么程度呢 连那个面 生面要发酵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他们只好带着无效饼 然后紧匆忙当中 他们把那个团面盆 还有包在衣服里面 扛在肩上 然后我们就出埃及了 而且圣经说 他们临走前 耶和华还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致埃及人还给他们所要的 包括他们的精器 银器 还有衣裳 都一并带着出埃及 这就是上帝为以色列百姓 所预备的救恩 借着羔羊的血带出的救赎 你知道这个救赎不是为一个人 不是为某一些特定的家族 或是领袖 不是 是为以色列全家 所以你看十二章第三节 一家一只 是吗 月节的羊 是为以色列全家所预备的 那个血也是为全家所流的 意思是上帝要一家一家的救 一个都不失落 所以请问 以色列百姓要如何经验拯救呢 其实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接受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恩 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上帝只杀埃及人 不杀以色列人 其实不是因为上帝偏心 你不要误会 乃是因为以色列 他们愿意在他们的门口涂羔羊的血 不是他们不被杀 而是他们相信 所以他们没有死 埃及人却不肯相信 所以他们死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埃及人 他们相信 也涂了羔羊的血在他们的门楣上 那埃及人也不会死 所以关键是在于相不相信 和接不接受 那一天耶和华的使者要寻行埃及遍地 他有一个原则 就是认血不认人 见到这血 他就越过去 但是没有血的 就进去击杀 而这个就是以色列得救 并且出埃及的关键 越解羔羊的血 使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 被拯救出来 是吗 那我们呢 今天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更大 为什么是更大的救恩 因为这羔羊 越解的羔羊 换成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自己 他为我们的罪悍过犯 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 叫灭命的 今天也没有权柄来杀我们 因为他已经代替了我们 而且承担了我们身上的罪和咒诅 他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 使所有今天 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都能够脱离罪的挟制跟捆绑 脱离灭命者的追杀 而且还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领受在耶稣里各样的应许和祝福 所以各位 当基督徒真是非常有福 你同意吗 前天我为一位94岁的长辈主持入恋礼拜 我对他的生平感言就是 这位弟兄 老弟兄 恩典不断 而且一生神迹也不断 他是一件神迹接着一件神迹 在他的身上发生 怎么说呢 你知道长辈年纪大了 只要身体稍微有一些微样 比方说一个感冒就很紧张 对吗 所以这几年常常 我们常常为他祷告 因为他有几次单单感冒就住院 然后引发肺炎 几乎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很稀奇的是什么呢 他总是祷告祷告祷告 然后我们旁边人也是为他祷告祷告 然后不久他就好过来 最严重的一次是两年前 他在家摔断腿 我想这下可好 那个时候他92岁 92岁的长辈在家摔断腿 按我的经验是他要长期卧床 而我的经验是 他只要这么大年纪一卧床 通常就会开始有一些衰竭 器官可能就会衰竭 所以其实前景不乐观 但是很稀奇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也为他祷告 他自己也祷告呼求上帝 很稀奇的是 他骨头竟然长出来 而且还能够下床行走 他很瘦 但是胃口很好 而且很能够睡 94岁能够吃能够睡 这真是福气 你同意吗 我去长青团契讲道 几乎每一次我一讲道 他就睡 所以我从台上看下去 我常常只是看到他的嘴巴 因为他很释放 睡得非常深 每一次睡 嘴巴都脏得很大 仰脸 然后就一直睡 然后嘴巴脏得很大 不过我还是很开心 虽然我只看到他的嘴巴 但是他能睡是福 长青团契是他能够放心睡觉的好地方 不是吗 他人生最后 从觉得身体不舒服 一直到医院急诊 到被主接走 八个小时 这位长辈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 我亲眼看见上帝的救恩 是怎样真实的在他的身上 他不是没有病痛 他也不是不会发生意外 他也会跌倒 他骨头也会折断 但是很稀奇的是什么呢 他即使骨头折断 他即使小感冒引发肺炎 但是我却看见他生命当中 好像有一个力量 那个力量 我知道是因为他在救恩里面 上帝给他的 我看他生命里面有一种淡定 有一种平静安稳 我知道这是上帝在救恩当中 对他真实的保守跟眷顾 我常常在教会里面 跟很多弟兄姐妹互动接触 我看到有一些人 他们信耶稣五年十年 甚至二十年 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信 跟没信差不多 怎么说呢 信耶稣之前他们很愁苦 信耶稣之后他们也差不多愁苦 信耶稣之前他们常常抱怨 不快乐 信耶稣之后他们还是继续抱怨 那些信耶稣之前他们在抱怨的 所以他们也不快乐 我一直在思想 难道是上帝偏心吗 上帝对一些人救恩比较多 比较真实 对某一些人救恩就放少一点 是这样吗 但是我越来越观察 我越来越了解上帝的作为 我知道根本不是上帝偏心 而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活在救恩当中 其实上帝的救恩是随时可以支取的 因为这是圣灵今天最主要的工作 圣灵今天每一天都透过十字架上的耶稣 在告诉我们他很爱我们 并且他愿意没有保留的 把他一切的丰盛都跟我们分享 十字架是上帝爱我们的证据 所以一想到十字架 我们就要知道 当我们有需要 他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帮助 最近我有点惨 因为事情太多 很多都是突发事件 所以我每天都有一点力不能生的感觉 光是过去两个礼拜 我就主持了六场入恋和追思礼拜 很多都是突然发生 都是突然发生 不一定都是老年人 也有年轻人 虽然当中都是弟兄姐妹的家人 但大半都是我不认识的 所以你知道吗 我不太知道要说什么安慰的话 来安慰他们 而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形 会让我焦虑指数不断的上升 又加上我平常还有很多的聚会 很多的会议要带领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协调 还有装备课要上 还要赶着在就历年前 把全年度各样的计划做出来 又有一些牧养的工作 有一些忧郁症的弟兄病发 过年前我们要好好精心祷告 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也可能是就历年的关系 有很多弟兄姐妹忧郁症就发了 还有夫妻冲突也要处理 所以很惨 每天忙得晕头转向 不过我很感谢主 每天服侍完回家 奇怪 我思想我今天一整天所做的 我觉得我还蛮喜乐的 我竟然还喜乐得出来 我自己也觉得很奇妙 虽然体力有一点消耗带尽 但是你里面却蛮有力量 你们想不想知道秘诀 其实很简单 就是耶稣彬拉丁十字架 圣灵常常在我已经快不行的时候 就在我旁边提醒我 让我知道耶稣爱我 让我想到耶稣彬拉丁十字架 而这给我很大的力量 为什么 因为我在说 这提醒我 耶稣爱我 既然耶稣爱我 我确定耶稣爱我 所以我就确定 他一定会帮助我 是我服事的力量 你知道吗 单单这意念一转 力量就来了 还有我也确定 耶稣不但爱我 也爱这些商家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挤破头去想 我要怎样用自己的话去安慰他们 我只要好好祷告 寻求耶稣就好 耶稣一定会告诉我 当说什么话 不是吗 然后我的里面的重担 就减轻大半 而事实证明 两个礼拜过去 我仍然活着 耶稣真是我的拯救 并且是我随时的帮助 观观难过 观观过 而且上帝的恩典够我用 真是太奇妙的上帝 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什么 凡呼求主民的救必得救 这是真的 圣经里几乎每一位出现信靠上帝的人物 他们用一生的生命见证 在告诉我们说 呼求主民的救必得救 因为这位上帝 他给我们的救恩是确实 而且可以经验得到的 我相信不单是救恩 在圣经里面的人物 他们可以见证救恩是确实 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也可以这样做见证 是吗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曾经因为呼求主民 惊艳到上帝帮助了 请举手 OK 请放下 请你告诉你旁边的人好吗 你要记得十字架上的耶稣爱你 他要天天救你 各位上帝的救恩是真实的 你可以常常去知取 而且常常去跟他要 你只要呼求主民 你就可以经验得到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们当如何持续经验上帝的拯救呢 第一就是要接受救恩 活在他的救恩中 第二是什么呢 是要听上帝的话 让上帝的话来引导你 其实神的话很宝贵 因为这是上帝在救恩里面 所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 非常宝贵的礼物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提出来说 要听上帝的话 并且让上帝的话引导我们呢 我要请大家来看第二段圣经 在周报上的第二段圣经 这段圣经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 什么问题呢 就是13章17节 照理说 照理说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一出埃及之后 应该直线就朝迦南地走去 但是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 第13章17节 上帝却让带他们绕远路 非常的稀奇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第二段圣经的13章17节 预备请 法老荣百姓去的时候 费利斯帝的道路虽近 上帝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上帝说 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 就回埃及去 看到吗 上帝竟然带他们走远路 其实就当时的地理环境来说 单单出埃及 是根本不用过红海的 以色列人从北端出埃及 从埃及的北部出埃及 就是上帝的心意 直接就往东北角 东北部的地方 那个迦南美帝 往那边走就可以 但是他们从兰塞 就是埃及的北部那个城市 兰塞起行之后 上帝没有让他们往东北走 上帝让他们往东南走 往东南走到树哥 然后完了之后就往东走 往东走 往仪塘 其实仪塘在过去就是旷野 但是上帝突然又转一个意念 要他们到宜塘之后呢 不进入旷野直接往北走 往北走到哪里 到一个地方叫密夺 就是在红海的旁边 各位 上帝根本在带他们绕圈圈 不是吗 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做 出埃及第三章十七节 还有第三章之后第四章 整章都在告诉我们 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上帝不要以色列回头 上帝为什么带他们绕圈圈 是因为十七节后半段说 因为上帝怕他们遇见打仗 然后就后悔就回埃及去 各位 以色列百姓刚出埃及的时候 其实蛮软弱的 蛮混乱的 因为他们是仓促离开埃及 不是吗 他们还带着 那个 吴孝饼 他们还带着别人拿来的衣服 不知道合不合适 还有呢 他们带着牛车 马车 还有他们的鸡羊等等 这样的队伍怎么样打仗 上帝怎么可以让他们 直接往菲利斯地走 菲利斯地的 是何等的高大 以色列百姓就往那边走 等于肉包子打狗 所以上帝就让他们走远路 绕远路走 而且在绕远路的当中 上帝借这个机会 培养他们的信心 所以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上帝不要让他们走回头路 要见到他们的信心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要借此彻底消灭仇敌 怎么说呢 其实以色列百姓因为走远路 没有走近路 你看他们在绕对吗 应该往东北 没有往东南 往东再往北 不是在绕圈圈吗 是吗 看在埃及法老 还有大臣的眼中 埃及的法老跟大臣 他们里面会觉得 以色列百姓 他们迷了路 所以呢圣经这样说 埃及法老及其大臣 一见就后悔了 就认为不该那么心软 把以色列人放走 于是他们就整装 然后备好武器 他们就要开始追赶 要把以色列百姓夺回 你知道以色列百姓 看见法老跟追兵来到 他们甚至害怕 他们就对摩西抱怨 但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十四节 摩西告诉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们单单看上帝 所要施行的救恩 然后十五节 耶和华就对摩西 发一个命令 说什么呢 摩西 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上帝给的命令 其实看起来很不合理 往前走什么 往前走就是红海 怎么往前走 但是因为摩西和以色列百姓 顺服上帝的命令往前走 所以你看十四章十九二十节 原本一路引领他们的使者跟云柱 就从他们的前边 立刻转到他们后边 就立柱 把他们跟埃及兵就隔开 埃及在这边 云柱跟使者在中间 然后右边呢 是以色列的百姓 而且不单身隔开 左边呢 埃及是一片黑暗 右边呢 是一片光明 因为有火柱 与以色列同在 埃及因为黑暗 所以他们伸手 整夜伸手不见五指 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 怎么追以色列百姓 然后第21节 你看上帝就吩咐摩西 向海升藏 结果上帝就使大东风吹起 然后海水就分开 然后在海水的中间 就分开出一条道路 很稀奇 海底居然是干的 圣经说 两边的水就成了墙源 好像在保护以色列百姓 平安的走过一样 各位想象一下 两百多万人 男女老幼 还包括牛羊牲畜 要过红海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但是上帝竟然可以做到 以色列人走在红海中 大概走了一整个晚上 埃及军队就追到岸边 很自然的跟着下去 到了凌晨 14章24 25节 耶和华就从五云火柱当中 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军兵就混乱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让他们难以行走 上帝让原本埃及要攻击 以色列的武器都瓦解 反而成为阻挡他们 追杀以色列百姓的那个障碍 以至于埃及人自己都说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快逃跑吧 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 就在这个时候 耶和华对摩西又说 出埃及记14章26节 各位 整个过程你看到什么 你们发现整个主角 是耶和华上帝自己 是吗 他亲自引导 他亲自发命令 他亲自做计划 并且亲自施行审判 并且彻底的打败了法老仇敌 而且让法老仇敌全军覆没 在整个拯救过程中 你看见上帝一直在主导 那请问摩西跟以色列百姓 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一件事就是相信上帝的话 听上帝的话 顺从上帝的引导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 上帝的智慧真的高过人的智慧 很多事情从人的眼光来看 好像会有点奇怪 特别是上帝 你为什么要带远路 但是各位 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引导 相信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 纵使不好的事情在他的手中 他都有办法翻转变成我们的祝福 那结果就会带来全面的得胜 我的老师华神蔡立真院长 他去年升院长 有一次他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他就借他的婚姻勉令我们 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四十好几 又是神学博士 放眼台湾教会 谁敢娶他 所以他自己也有这个觉悟 都已经四十好几了 所以他就决定一辈子单身 他就专一爱耶稣就好 因为这样他也很满足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上帝竟然就在他决定单身之后 一辈子单身 好好爱耶稣之后 上帝竟然为他预备一位很棒的先生 哇 这位先生很有深度 因为是他上课的学生 常常问他问题 而且问的问题很有深度 哇 很有思想 蔡老师很喜欢这样的男生 跟他结婚之后 他觉得失账什么好处都有 哇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他相信 应该是上帝遮蔽了台湾教会 诸多姐妹的眼睛 要不然为何这么好的弟兄在教会 都没有人发现 各位 不是上帝遮蔽这些弟兄 台湾教会姐妹的眼睛不是啦 是上帝引导蔡老师走远路 他如果20岁就嫁 他就没办法嫁 40几岁的这么好的失账 同意吗 而且他说 他那个时候20几岁 30几岁 根本一点都不成熟 一点都不成熟 他根本不太想要结婚 后来又想要结婚 后来发现自己年纪大了 干脆不结婚算了 结果上帝为他预备一个最好的 各位 我举这个例子 不是要鼓励大家都要结婚 而是不要对上帝失去盼望 我是要告诉大家 走远路不一定不好 就像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带领一样 我们最需要的是听上帝的话 顺服他的引导 然后我们就会带来全面的得胜 再过不到两个礼拜 就要过旧历年 不知你旧历年的计划做了没 逾越节羔羊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 是吗 你们都没反应 旧历年最宝贵的两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每一天很多的时间 对吗 专心的享受跟上帝的亲近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 对吗 你会以上帝为你的喜乐 圣灵会每天从早到晚告诉你 上帝他有多爱你 你们都没感觉 第二个 上帝告诉你九天的假期 你可以做什么 你不能领受救恩 你可以分享救恩 难得团圆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24小时在一起 不是打麻将 不是磕瓜子 不是看电视 不是 而是你可以分享很多很多 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 你可以为他们祝福祷告 是吗 你可以分享很多很多的见证 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明吊一下好吗 眼睛不用闭了 第一堂也没闭 我问大家 请问你已经开始做 救命连计划的请举手 我就知道 今天早上就有圣灵的感动 要问大家这个问题 请你跟旁边的人说 你一定要悔改 各位 月节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 你当然要做计划嘛 知取就有啊 你要好好在上帝面前寻求他 主啊 我要怎么样成在九天里面 天天享受你的救恩 并且这是九天难得机会 怎么样跟我的家人 跟我的亲友同学 许久未见的 家乡的邻居 可以跟他们分享救恩 这绝对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同意吗 最近这几年 很多人有感动啊 我想这应该是圣灵 在全世界性的一个感动 就是要大量的读圣经 我说这背后 一定有上帝的美意 为的是要让我们在末后的世代 当仇敌横行来攻击 甚至引诱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大量的圣经 用神的话来抵挡他 所以各位 多多的把上帝的道存在心里 得胜就会来到 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 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农利年 不仅自己经验上帝的拯救 而且还能够分享上帝的救恩 好吗 祝大家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我们当中 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上帝你的救恩 是这么样的确定 让我们天天呼求你的名 天天领受救恩 并且在救恩里面 以救恩为乐 因为我们的上帝 永远爱我们 不仅如此 上帝啊 也把你的话 是在救恩里面最宝贵的礼物 就是你的话 也让我们可以存继在心 而且丰丰富富的 好叫我们明白你的智慧 能够欢喜快乐 跟随你而行 把我们的救利年分别出来 愿你的恩典 每一天都充满 祷告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